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都在干嘛呀 都吃饭了没有 晚上好 我不是不凉啊 伟哥 我也吃了 我刚吃完 我刚吃完 我刚吃完了 我也刚吃完了 我们这里又下雨了 你们那边有没有下雨啊 不知为什么 我们这边老是下雨 对 我们这边下雨了 所以有那个下雨的声音 谢谢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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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加入粉丝团 看到没有 我的头发都淋雨了 我刚刚在外面我头发都淋雨了 你妹妹下午说 你去约会去了 我怎么可能会去约会了吗 我在这山上跟谁约会啊 我在这山上跟谁约会啊 这里哪里有人跟我约会啊 这山上都没有年轻的人 我去哪里约会啊 我们这边30多度 谢谢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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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啊 我跟你说个秘密哦 今天 你又跟我说什么秘密啊 你跟我说的还不够多吗 我不想听了 我没有 我今天跟你说的不是那种秘密哦 我不想听了 你不要跟我说 我跟你讲 阿子姐啊 今天我哥 哎呀 反正对我老好了 他自己对我老好了 比之前还好呢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对我越来越好了 你知道吗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了 好不好 我跟你讲 他还记了我的手呢 我太高兴了 知道吧 他对我老好了 你 你都不知道 你应该都不知道 他对我很好了 他现在 说你有男朋友 我哪里来的男朋友吗 如果我在这上 上得长得到男朋友的话 我还大胜吗 谢谢 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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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姐们 谢谢 谢谢 你们的点赞 谢谢 不要听你妹妹说 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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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如果 我觉得我妹妹喜欢伟哥的话 我希望我妹妹幸福吗 反正我们 我跟你讲 他 他对我老好了 他说我非常的好 我 他说 他也越来越喜欢我了 他还记了我的手 我太高兴了 他对我老好了 知道不 你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好不好 我头很痛 你不要跟我说了可以吗 我就要跟你搬拉搬拉这些 我头偷的要死 我都一这样说了你 你还想这样吗 你干嘛还在我身边说这些吗 你去休息吧 我就想跟我叔叔阿姨妹聊一下心里话 我不想休息 我就想跟你说话 我就想跟你搬拉搬拉这些 谢谢叔叔阿姨哥姐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点赞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你是不知道他对我有多好 真的 我太幸福了 叔叔阿姨妹真幸福过 我终于 我终于 终于可以跟阿姨哥在一起了 我太高兴了 哎呀 他今天还起了我的手 他还摸了我的手 他这样子摸的 来来来来 我给你看一下 他这样子摸的呢 你不要动 他对我老好了 知道吗 好就好嘛 你不要在这里说好不好 你也不要跟我叔叔阿姨妹说 我就说了 怎么了嘛 我就跟你叔叔阿姨哥姐说 我就想跟你搬拉搬拉 你不要在这里说 你就是羡慕嫉妒狠啊 毕竟你都没有牵过他的手 牵过他 他都没有牵过你的手 对吧 嘿 谢谢点赞 谢谢 谢谢 谢谢叔叔阿姨哥姐们 你们的点赞 谢谢啦 还没有给阿姨点点赞 那就给阿姨点点赞吧 阿姨只有你们了 谢谢你们 叔叔阿姨姐们 谢谢 对呀 我昨天去摘花椒了 因为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去打工 就打那个临时工嘛 就挣一点钱 挣一点生活费嘛 没事做的话 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来得及回来 我就在花椒了 因为有点远嘛 晚上的话 再到天黑的时候 天黑的话路有点远 我害怕 我害怕就没有回来 谢谢你们 谢谢 加油阿姨 谢谢你们对阿姨的支持 谢谢 我会加油的 我会加油的 谢谢点赞 谢谢 对 还没有给阿姨点点赞的 就点点赞吧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叔叔阿姨姐们 还好有你们在 还好 我太高兴了 心里面很舒服 你舒服就好可以吗 你舒服 你开心 你幸福就好了 可不可以 你幸福 你开心就可以了 你本来就对我好呀 你就是羡慕 羡慕基督客 我没有羡慕基督客 我希望你们开开心心的就可以了 包括阿伟哥也是你 是我都希望你们都开开心心的 你知道吗 你以为你生气了我不知道吗 我跟你讲 他对我越来越好了 知道了不 他一切了我的手 他切过你的手吗 嗯 阿姨加油 谢谢你们 来 给阿姨打个加油好不好 舒摔一个箭吗 给阿姨打个加油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来 还没有给阿姨点点赞的 舒摔一个箭吗 给阿姨点点赞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加入粉丝团 谢谢 阿姨离开这个家 我 也离不开这个家了吧 我应该要 我永远都离不开这个家了 每次说出去打工去打工 后面就又没走成 你又不识字 你不应该就 待在家里面吗 谢谢点赞 谢谢 什么都不懂了 还想去 给阿姨打个加油吧 给阿姨打个加油 谢谢 你意思是 我没有文化 就不能出去打工了吗 对 怎么嘛 你怎么那么自私呢 你叫我自私 那我们有文化 还不是要为了你们小时候 能上得到赌 赌得了书 我还不是要在家 干这些活 让你读书 你怎么就不懂这些呢 你干嘛还反过来这样说我 我就不懂 怎么了嘛 你不要在这里说我 反正我懂得比你多 你懂得比我多 是因为 小时候我在家里干活 让你去读书 才这样子的 知道吗 如果小时候我也去 像你一样去读那些高中大选的话 你就没有那么好的幸运了 知道吧 你怎么就没有想过呢 谢谢点赞 谢谢 谢谢 帅哥姐们 谢谢 对给阿子打个加油 然后你们希望阿子加油的话 就给阿子点点赞好不好 把阿子的赞再点起来 谢谢叔叔阿哥姐们 谢谢 谢谢你们叔叔阿哥姐们 谢谢你们 对还没有给阿子点点赞的 也给阿子点点赞 还没有给阿子点不关注的 也去点点关注 谢谢你们叔叔阿哥姐们 不管怎么样 阿子是 阿子是希望我妹妹她幸福 她也年纪不小了 就幸福嘛 我希望我 我每个 我希望我家里的人 每个人都幸福快乐 身体健康 你知道吗 然后我也希望阿伟哥 开心 谢谢你们 谢谢叔叔阿哥姐们 谢谢 来还没有给阿子点点赞的 给阿子点点赞 谢谢你们 对阿子打一波加油 给阿子打一波加油 我们这里下好大的雨 外面下好大的雨 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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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伟哥就对我好 你就羡慕我阿 又哥了你 对你好就好了 对你好 我也替你开心 我也就放心 反正你脾气又不好 对不对 有人对你好 我替你开心阿 你们不要说我吃什么 我妹妹的醋哈 伟哥的醋了 我没有什么 你就是要吃醋呀 我没有什么好吃醋的 真的 我真的没有什么好吃醋的 你就是吃醋了 还在这里编 如果我吃醋的话 我会直接说出来 对不对 但是我没有什么好吃醋的 我觉得我妹妹她那么近 那么喜欢伟哥的话 我觉得没事 这些都真的 别怎么样 阿伟哥我们也又不是男女朋友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两个是男女朋友的话 我就不肯让给我妹妹了 对不对 但是阿伟哥又没有跟我表白过呀 我也不是他女朋友呀 然后我妹妹那么喜欢他 对呀那你吃醋什么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就是吃醋了 我阿伟哥他对我好呢 他对你一点也不好 他说他不喜欢你 他只喜欢我 然后我觉得阿伟哥我们的话 也不适合 真的 我的话也没有违化 也没有见过世面 什么都不懂 然后我妹妹跟他比较适合嘛 我妹妹的话我会又高 又 长得又漂亮是吧 嗯就是 聪明一点嘛 所以呢我觉得 他虽然长得胖一点点 但是我感觉跟他 跟阿伟哥他比较适合吧 年纪又还小对不对 嗯我的话就算了 谢谢帅哥姐们谢谢点赞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点赞 那还没有给阿子点点赞的 给阿子点点赞 谢谢你们帅哥姐们 谢谢 他就是说比你漂亮 比你先得到阿伟 你你就羡慕嫉妒 你我我不知道吗 我没有羡慕嫉妒 我替你开心可以吗 什么叫我羡慕嫉妒吗 我都说了我 对不对 我希望你开心就可以了 你干嘛要跟我反过来说这些吗 你还想怎么样吗 那你在这里阴阳怪气的 你什么意思吗 对不对 那你不要在我耳边说你的事情了 好吧 那我在耳边 我就喜欢在这里说怎么了吗 不行吗 你不要在我耳边说你出去吧 可以吗 哼 我就不出去 我就在 我从小到大什么东西都让给你 什么东西都让给你 这次的话我也不是说让给你 我是希望你幸福开心快乐 你本来就是让给我的 你不是吗 什么叫我开心开乐 你就是羡慕嫉妒和你 我不知道吗 你永远都不懂我的心 可以吧 谢谢点赞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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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送的礼物 谢谢 谢谢给孩子送的礼物 谢谢 谢谢加入福祉团 谢谢帅哥姐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点赞 谢谢 我没有哭啊 我没有哭 我这是白天 白天哭的 现在眼睛有点肿 我现在没有哭 谢谢 谢谢树莎哥姐们 加入粉丝团 谢谢 谢谢 我今天太高兴了 他居然气了我的手 羡慕吧 有什么好羡慕的 谢谢点赞 谢谢 谢谢树莎哥姐们 谢谢你们 谢谢 来 还没有给阿子点点赞的 给阿子点点赞好不好 把阿子的赞再点起来 如果你们支持阿子的话就把阿子的赞再点那十万好不好 树莎哥姐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我们这里下太大的雨了 真的哦 这样好大的雨啊 我的话不管怎么样 只要我妹妹开心就好了 然后我也希望我也是 但是我也知道我哥哥在一起的话 我哥不会幸福也不会开心的 知道吧 因为我的话太多太多不好的地方了 所以我不适合 我的话我就这样子 然后就找个我们这边的人嫁了吧 反正我爸妈他们也一直吹我 就我小妈妈 还有我爸他那两个人一直吹我嫁人嘛 给老师说什么介绍那些想起对象怎么怎么的 所以我也想通了 如果我妹妹他那么喜欢我哥的话 我也就不说啥了对不对 然后我也看得出来阿 伟哥他其实虽然说老师帮我 帮我这些买衣服啊 帮我这些那些买手机啊 这样子但是我觉得 他也不是真的喜欢我的那种吧 真的喜欢我的那种的话 他也不会那么长时间了 他也不会 他本来就喜欢我呀 喜欢你什么 他喜欢你干什么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喜欢你 他皮什么要喜欢你 他喜欢的人是我 你不要搞清楚 你要搞清楚 我那感觉的到 如果安伟哥喜欢的话 他不会这样子的 我觉得 他直播的时候是这样说 但是他在现实中的话 他对我和对我妹的那种态度 都有点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妹妹喜欢他的话 我就不是想多啊 我这实话实说 摔个尖嘛 我也不是吃醋 我也不是干嘛 我是想清楚了 我在这样子说嘛 所以我觉得我妹妹喜欢他的话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我的话 我可以听我爸妈的去相亲 过几天我就可以去相亲 然后有适合的 我就嫁了 我也希望我妹妹他开心 幸福 因为怎么样 我妹妹就会有他 脾气又不好对不对 嗯 能找到安伟哥那么好的人的话 挺好的 真的我挺好的 就觉得 谢谢点赞 谢谢书书爱哥姐们 谢谢对 你们如果支持安伟的话 就给安伟哥赞再点起来 好不好书书爱哥姐们 谢谢你们 谢谢 如果你说 阿伟哥我们两个在一起了的话 我说让给我妹妹的话 我觉得很不合理 对不对 阿伟哥我们两个的话 又不是男女朋友 她以前也是一直都说 把我当成她妹妹嘛 然后 你不也是 你不也是说过吗 你要把她搭成姐姐 你看 她现在对我越来越好了 你是不是 你 我知道 你看出 我看得出来了 你就是羡慕嫉妒 但是真的 你真的不配她 我只有 而且我知道 伟哥的话 肯定是在城市里面 有很多女朋友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应该不适合 我的话 要找一个 什么有女朋友 你不要自这老二说起不行 我到找一个老老实实的人 嫁了就好了 我也不适合 嫁给什么有钱人啊 那些 不适合 我的话 说实话 什么都不懂 就除了干活 就干活 除了干活 还是干活 所以我觉得 我就找个老实的人 嫁了就好了 就在我们这山里 虽然是杀一个心嘛 你们也不要说 我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的了 嗯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阿子好 都是为我着想 都希望我 好 好 好